又是一個滾低球 江坤宇這個球並沒有辦法確實接鋪 因為這個球其實打出去的時候它是比較貼著地面 我們看到江坤宇在橫移的過程當中 他必須要做一個收球的動作 然後有可能他要再做快速的腳步的轉換 但是在最後的那一個時間裡有一點點跳起來 跳起來的那個速度快過於他要收手套的那個速度 所以最後打在他的手腕上面 6.78打席才獲得一次4塊球 但這次被他選到了 這一次被他選到了 所以4塊寶送 那這個球雖然說江坤宇先碰到跑者 但是因為是4塊寶送 那就是自然的推進 像其實這邊的反應是比較大喔 因為其實這一顆球對於兩隊來講都非常關鍵 因為這一顆球好球的話 再加上這個主殺的話會變成是變相的雙殺 但是判4塊球的話就 是直接兩邊都推進 對自然的推進啊 所以 對象棋室也是比了一個手勢 右邊方向一壘手 來接住這個球之後發現二壘沒機會 趕快回來踩壘包 是許哲彥今天打擊右邊方向的飛球被接殺 這個球拉回來三壘手正面的接球之後 許基隆傳一壘 許哲彥遭到自殺之後 結束了這個半局 同時隊錯過了這個半局的機會 打完前五局 目前市隊0比3落後